大家好,我是王莫 我们这段时间都一直住在同一个酒店 每天就在屋里写段子 写到凌晨 那前两天 凌晨四五点 我刚躺下 楼上光光找我天花板 特别吵 我说谁呀这么没有素质 难道是要跟我比赛的这帮演员 不是 仔细一听是有人在结婚 酒店把它弄成婚房 有人来接亲 我就想上楼理论一下 我刚推开门 还没来得及说话 对方看着我 哎,彭博 然后那婚礼摄像 咔就转过来了 还有人在那儿怯怯思语 说人家这个结亲 怎么还有神秘嘉宾呢 我能怎么办对吧 我就只能 恭喜恭喜恭喜 百年好喝百年好喝 早晨五点半啊 被摁着讲了三个段子 从来没有这么早搞笑过 说出来都难以置信 帮新郎解了一道数学题 跳了两块指牙板 我觉得人家这么客气 咱也要周到对吧 临走我连分子都随了 那是 问我说 说您是那个男方的 还是女方的 我说你下方的 我发现一个事儿其实 在他们刚认出我的时候 我还是挺想跟他们 讲讲道理的 但是摄像机开始拍我之后 我发现我没办法讲道理了 我第一个想法是 我今天好像没有做发型 我就只能恭喜 不然第二天 我就会出现在一条视频里面 是吧 透过秀演员 磅礴 蓄意破坏 他人婚礼 而且一个梗都没有 纯破坏 咋回事啊 行业里已经没有家庭 给你能破坏了 我发现 这就是摄像头的威力 现在就是什么拍照 录像 太方便了 我小时候拍照 是一个很隆重的事情 我们那时候还在用那种 胶卷的相机 拍个照要准备半天 我在那 好了吗 好了吗 还没好 怎么回事 永远能拍到最丑的 那个瞬间 而且拍完 送到专门的地方洗出来 拿到照片之后 两个礼拜了 我去过这个地方 为什么大家都很开心 只有我是这样呢 所以像我这个年纪的朋友 我们小时候都拍过那种艺术照 这点一个眉心 点一个红点 每个小朋友都像被人瞄准一样 我那一套就两个造型 一个小超人 一个小公主 没有办法 照相馆买一送一 对吗 不然谁想拍小超人呢 但是我很庆幸 我很庆幸 因为就是因为拍照不方便 所以我能留下的那种 不堪回首的历史 是非常有限的 你像我老婆 第一次去我家 我妈跟她讲 我小时候的事 说我小时候 跟家里边的狗 抢火腿肠吃 没抢过狗 让狗摁地上一顿打 我不可能承认 我说没有这回事 狗想承认 狗不会说话 然后这个事就过去了 关键是这个事就过去了 因为你没有证据 你能想象 我是现在的小朋友吗 我妈说 我跟狗抢火腿肠 我说没有这事 我妈说 你看 抢火腿肠没抢过 想玩具也没抢过 狗在边上 感谢现代科技 我觉得现在就是这样 你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随时随地 都有可能被记录下来 而且互联网的记性 真的有点太好了 有些事 我自己已经忘记了 总有人记得 QQ空间 微博 网盘 人人网 时不时弹出来 一个历史上的今天 我甚至觉得 这个功能应该改个名字 就叫过去的我有多蠢 你已经忘记了 时不时提醒你 我三岁的时候 跟狗抢过火腿肠 我高中的时候 拍过这样的大头贴 我十年前 是这个人的粉丝 谁呀 不能说 我说了之后 你连我的名字都搜不到了 现在有很多明星 随便干点什么都会被拍下来 但其实大家想一想 现在的小朋友 他们中间总会有人 成为他们这一代人的 崔健 林一连 李宗盛 在台上唱尽世间百态 唱尽人间悲苦 唱到每一个20后的 新坎里面去 结束之后 观众久久不愿离去 拿出手机 说我准备发个朋友圈 是吧 刷到四十年前的今天 五岁的崔健 在唱《孤勇者》 你再一划 他在那学猫叫 在那海草海草 说崔大哥 你混了这么多 很难再说自己一无所有啊 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这样 每个人都生活在 别人的注视之下 别人的观察之下 大家就像是 放大镜下的蚂蚁一样 等你看清楚了 蚂蚁也就被烧死了 当然啊 旁边还会有 不明真相的围观蚂蚁 还在起哄 我说快看 他火了 他火了 谢谢大家 真帅 谢谢盘国 三 二 一 清水票 好多点都特别来劲啊 崔健唱《群猫叫》 是可以 可以 可以想象的 可以 可以吗 我们 我们 群猫叫 一二三四五 群猫叫 也是够来劲的 我觉得这一季啊 就庞博他上来 就是他带着那股 就让大家觉得 心向荣的劲儿 说老一位吧 显得特别矫情 但是确实有这 有这光辉 我觉得那真的是 很不错 了不起 不错 旁边 他们一直就特别稳 对吧 又帅又稳 这还是帅 他刚刚讲的那个就是崔健那段我觉得挺逗的 是 对 小时候您拍过那种 拍过 那个我也特别 一下就想到我那张照片 你那时候要穿什么 就是孤定的衣服呢 女孩的那个白衬衫 然后画的那么小 画的妆特别的浓 就是我那个烟熏妆 小时候画烟熏啊 对 下了比海盗啊 没有就是烟熏妆 然后举个小奖杯 然后大红唇 就特别重的那个妆 也有小红点 而且家里来亲戚 家长还特别愿意拿那个给别人看 说你看你小时候那个 那没有 没有啊 那妈妈还是不错 我觉得彭博就挺稳定 在他水平之上吧 正常发挥吧 但是我其实对他可能 期待更高一点 因为之前的演出 不是因为举例 崔健没举年 没有 跟这个保证没有关系 有关系 因为崔健在我心目中 那是我的偶像 所以我有点不高兴 所以没拍 但是没事 其实我觉得 演得在你水准之上 但是我其实 就很主观 我对他的 还有期待可能更高一点 他应该更厉害一点 我是最后才拍的 因为就是整体 他这个特别完整 很流畅 而且我应该是你的福星嘛 我记得 五年前第一季的时候 那个当年 我还没有什么工作 有幸来到这个节目 参加过一次 当时我还有一份正经的工作 那是 后来你就冠军了嘛 所以我觉得 你的心态是最好的 是 他不缺这些 他就是很自然地表达自己 所以非常棒 就是好运呗 特别好 喜欢你的表演 谢谢 好的 目前是四票 我们来看一下 仅剩两个席位 肯定是庞博 第七个 已经投完票了 你们现在喊什么 是没有用的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七位 将要晋级 总决赛的朋友 我其实不太紧张 就是都有可能 这篇稿子 大概就是70分左右 然后我的表演 没有让他减分 我就没有什么遗憾 庞博了 肯定是 现场观众很难 不被庞博征服 我都被他征服了 肯定是庞博晋级了 他那个无论现场效果 还是作品的完成度 稿子的完成度 都是最高的 庞博他只要站在台上 就谁都打不过他 那种感觉 恭喜庞博173票 晋级总决赛 那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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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这是浦海赖朋友 孤独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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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吧 干吧 看吧 哎呀 盘国这种长得又帅 然后盘国这种长得又帅 然后活又聪明 然后之前也拿过冠军 这样的人你必须对他的要求更高一点 不然对别人不公平 知道这种持续的创作是非常非常的疲惫的 所以能感觉到大家其实已经有点 有点被挖空的感觉 就是他可以更棒 我期待他决赛能够更棒